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推胆有什么区别呢 推胆的话我们是以速度为主 也就是说我们接球点的话 特别靠前借助它擅长的力量 以速度推各种各样的弱点来牵制对手 加力推一旦我们球的话 稍微偏高或者偏慢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推胆呢 作为一个进攻的一个技术 加力 可以起到一个得分的效果 加力推的话呢 我们手指也是和我们的那个推胆一样 食指用力 拇指轻静地带住球拍 后面手指用力顶住球拍 控制好板形 然后用腰部使球拍内收 单球跳到上升的后期或者高点期的时候 把球拍利用腰部 用力往前顶住球拍出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加力推的话呢 讲究了一个发力的技巧 应该在什么时候发力 有的朋友的话呢 会以为是这个球拍 快接触到球的时候用力 这种想法呢 是错误的啊 一般我们这个发力的话呢 最好从哪里发力呢 我们一出手的时候 这里就开始发力 当你接到球的时候 拍的球接到球的时候 已经是你发的力量最大的时候 接完球再稍微放松 这样就行了 我们来先看一看 这个加力推的话呢 我们来看它这个接球时间 在加力推的时候呢 大家稍微注意 我们的这个站位的话呢 不能像推球一样站那么前 要稍微退开 大概半个脚掌的位置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呢 有利于这个球稍微弹高一点 我们再来出手 按力推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影拍 注意稍稍拿高一些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由上往下推的 一个趋势 这样的话使这个球的话呢 会更低 更平 速度会更快 力量会更大 如果我们碰到一些 比较低 比较慢点的球的话呢 我们呢 也可以采用加力推的方式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能像刚才一样 把手臂拉那么高 往下压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把球 影拍的话呢 稍微放低一点 然后由 发力的方向是 前扇方 方向发力 这样的话呢 因为球低的话呢 我们要 制造一个浮线 让它绕过球碗 所以的话 我们要稍微往前扇方 发点力 我们来试试 在我们发力推胆呢 发力推的时候的话呢 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 有的朋友的话呢 在我们加力推的时候的话呢 只用到手臂力量 没有用到腰部力量 这样力量的话呢 会不太够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发力推的时候 要腰部累收一点 再来出手 这样那个力量 会稍微大一些 现在我们来看看的话呢 我们不用腰部发力 和用上腰部发力 两种不同的球的 球数的对比 好 现在我们用在腰部力量 在这个推胆发力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有 我看到一些 有的球友啊 喜欢的话呢 把那个大臂 抬高 来压住这个球 这样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 你抬高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拍面啊 自然而然的话 会往下扣 这样扣得过多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是在这个位置接球的话 这个球肯定下完了 所以的话呢 在发力的时候 它会不自觉地往上翻 比如说翻过头了 这个球又出界了 所以的话 这样会对这个机球的稳定性 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手臂 自然地放松 放松 靠什么呢 不要靠整个手臂去压拍 还是靠手指 我们的食指压拍 然后拇指放松 后面手指顶着球拍 一定要靠食指来压拍 还有这个手腕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大臂 就不能这样抬起来了 第三个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啊 就是在我们接球的时候 有的球过来的话会比较残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要及时把位置滥开 退一步 这样才能让这个球弹起来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球弹起来以后的话 会顶住球拍 这个球已经贴住你的球拍 这样发力是永远发不出力量的 所以的话呢 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一个发球的距离 一定要让这个球 在比较前面的时候 你这个球拍主动去往前用力 这样才能有起来一个合力 发力的作用 这个球弹起来就会让这个球弹起来 这个球弹起来就会让这个球弹起来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